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了茂林区的茂林国小 要跟你介绍左营区的一位里长 万里长 到底他对这间国小有什么样的贡献呢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银色休旅车缓缓开进茂林国小 大家好 来 各位姐来帮忙一下 我们把它送给小朋友的面包点心 上头寨的除了有里长 还有满满整车的物资 所有的文具包 文具用品 对 给所有小朋友的文具用品 这边都是给小朋友的点心跟面包 早上刚刚做好的 举凡是小朋友需要的篮球 绝笛还是面包 跳绳统统有 这些都是远从高雄市区带来的满满爱心 进到茂林国小 学生教室映入眼帘的 是整座学校仅有的八十位小朋友 小致幼幼幼大到高年级小学生 通通有 他们红亮 又清脆的颅凯歡呼声 表达出对贵宾的欢迎 很喜歡我們小朋友的表演 所以他說到做到 真的履行他的承諾 他說要到茂林來看看 這群可愛的小朋友 而且要把愛心帶到我們山上來 所以小朋友在這邊看到 有體育用品 有文具 有跳繩 還有直笛 這個直笛當天就是欣賞文府國小小朋友直笛隊的表演 然後就覺得很神奇 一個小小的帶著走的樂器 可以吹奏出那麼美妙的音樂 所以我們小朋友上音樂課也用得到 那還有這個很可口的麵包 因為我們這邊都沒有麵包店 那平常是不是有麵包車載上來 可是小朋友他賣來賣去都是那幾樣 今天這個不一樣喔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好 等一下小朋友 你們拿到了一定會很開心 什麼菜市場上來賣去也是一家人 這裡就有一個成果 可以想請 這是一家人 在這裡一家 要這幾個叫 在這裡一家 要這個叫 可以想 要這個叫 靜靜地唱出我们的歌声 感谢起来 现在还是一家人 这场从高雄市区 送爱到茂林国小的捐赠仪式 其中的牵线人 其实就是左营区的里长万春贤 这是带领同济会的伙伴上山 为的就是传递温暖与爱心 小朋友很喜欢打篮球 但是没有篮球 小朋友想要跳绳嘛 也没有跳绳 那小朋友看到那天文武国小 很多小朋友都带着子底在吹 小朋友也希望说 有这个子底呢 能够到山上来学习 就在这个姻缘机会之下 我就承诺了校长 在开学后的一个礼拜 会到山上来关心 关怀这些小朋友 那刚好我也在狮子会担任 第一专区主席 也在同济会担任高屏区的 副总执行长 那在一次高屏区所有的执行长 跟会长在开会的时候 我就把这件事情呢 跟所有的执行长 跟会长报告 那国际同济会是一个照顾儿童的一个团体 那在现场刚好有一位宋云云 宋执行长 听到之后 他就跟我讲说 那个万里长 万副总执行长 请你放心 就不用在募款请其他的会长 来做这个捐赠的仪式 以至做这个赞助 由我个人来赞助茂林国小 所有小朋友需要的这些文具用品 加油 不客气 加油 回去要跟爸爸妈妈爷爷拿来分享 不客气 加油 是不是很少吃到 对 今天拿到觉得怎样 很开心 想要跟谁分享 爸爸跟妈妈 还有弟弟妹妹 今天这么寒冷的天气里面 我们的万里长 还有我们的宋执行长 带了这么多 这么多我们所有的小朋友的一些文具 还有一些体育用品 真的是寒冬送暖 感觉到好温暖 虽然这么冷的天气里面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爱心 愿意把这些这么好的一些礼物 弄到我们原乡来 真的是我们一大的福气 感谢我们的里长 这么样的用心 我们的执行长 真的我代表我们所有的家长 在这里好好的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 感谢万里长这份善的姻缘 然后带着同机会满满的爱心 到茂林国小来 捐赠这么多的学用品 体育用品和物资给小朋友 我在这边代表茂林国小 感谢你们 与孩子互动的过程中 万春贤里长展现出亲和力 不时地摸摸原住民小孩 就连合照也不忘要与孩子们贴心地问候 随后主动参与孩子的营养午餐 一起享用山上特有的食材 提到捐赠仪式中 里长允诺的属前户外旅行 小朋友各个表情充满期待 很好 然后有感觉很像有在分享那样 然后 然后你们会不会很期待 他说六月要去高雄吗 很期待 怎么说 就是我们想去看看那些国中的 有多少 要高中的 还有去想吃麦当劳那样 物资觉得怎么样 觉得很好啊 很好 因为他们送的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对啊 最近面包那些比较少吃的 对 对 有些 因为他们那些那个啊 有些 有那个面包吃的 当然它是每个星期五来一次而已 而且种类没有很多 对对 那这次就很期待 对啊 那现在六月要出去高 要去高雄玩觉得怎么样 觉得很期待啊 就很期待 那个六月要出去玩的时候 想看什么东西 呃 看外面那个 看外面很多东西吧 跟茂林不一样的 那在 今年他们放暑假之前呢 也要 准备的游览车 上来接所有的师生 还有我们原住民乡的这些家长 到我们的高雄市区去参访 我们最棒的国中高中跟大学 还要带这些小朋友 到科工馆去看一些意志跟科学的东西 带他们去麦当劳 带他们去看电影 让他们也能够跟平日小朋友一样 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那活说嘛 我家说了一句话 世界上的一切众生皆为平等 不管他是在多偏远的山上 或是多落后的地区 那我们只要能够做的 就是要来照顾这些小朋友 让他们能够快快乐乐的成长 活活泼泼的长大 但是也要让他们知道 学习什么叫感恩 那非常的高兴有这个机缘 能够来到茂林国小 其实这五六年来 我参加青商会 狮子会 葫芦社跟同机会 我们也是经常把爱心 都送到原乡偏远的地方 比如说山地门啊 雾台啦 在四年前巴巴水家的时候 这个雾台乡的 乡公所的图书馆 被大水冲坏了 也是那一年我刚好担任 陈北同机会的会长 我就带了所有的会长同学 募了一个款项 帮我们雾台乡 重建了图书馆 而且里面所有的新的图书 都是由同机会的 会长跟会兄所赞助的 那这三四年来 连续四年了 我们马家乡的马家国中 因为这个 我们原住民的 这个唐惠美唐议员呢 非常关心我们原住民 这些偏远的小朋友 他们的生活 他也告知我说 那马家那边的国中 小朋友营养午餐 这个营养午餐的会用 一个学取有四千块的会用 有四十五个小朋友 没有办法缴交 所以这几年 我都带私职会的会长 到我们马家去做 这个营养午餐的捐赠 也来认养这些小朋友 所以我们参加这些国际社团 是真的在做社会的服务 帮助这些弱势的团体 跟偏远地区 比较贫困的原住民的小朋友 那也要非常感谢 我们唐惠美唐议员呢 在这一次 来结合这个活动 因为有他 帮我们推荐这些国际社团 经常到我们原乡 来帮助这些弱势的小朋友 要感谢他 今天来到这边做这个 爱心的社会服务 让我们觉得很幸福 很快乐 回家前领取一箱箱新鲜的面包 成了孩子放学后最开心的事 开心之情易于言表 三校长 赞 谢谢你们 irgendwie 这次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万里长带我们宋爱新到原乡 来到茂林区的茂林国小 就是因为先前在文府国小中 听过他们的表演 而这群茂林国小的小朋友歌声不凡 还曾经拿下全国乡土歌谣比赛的特优 未来学校更准备录制专辑 留下他们的好声音 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茂林国小 这么一个漂亮的学校 那这次有这个机缘 是因为在一个月前 我们茂林国小的宋校长 带了我们一台车的原住民的小朋友 到我们高雄左营的文武国小 来做餐馆跟表演 那在现场 校长跟我 简介了我们茂林国小的环境 但是他告知我说 开学之后 因为山上比较偏远 那这边物资 包括很多的东西都非常的缺少 那我当下就问了校长 那有需要缺什么东西 让我们能够从高雄市区 市区呢 带到山上来做资源 与茂林国小缔结的缘分 让万春节里长可以把爱送到原乡 接着回到福山里内 里长又有什么新发想 要与我们分享呢 跟着里长的脚步 我们从刚才的茂林国小 回到了我们的福山里 现在里长带我们到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我们请里长帮我们做一个详细的简介 这个地方是我们福山里的支流 我们福山里的一个最大的痛 这里是我们高雄市公务局养工处的 养护大堆一个基地 那这个基地是在从事AC的一个制作厂 那我背后这边就是在烧AC 制作AC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样讲的点咬 虽然说这个厂区在这边 已经有四五十年了 福山里刚刚成立只有二十年的时间 并不是说我们是去这里看不见了 但是在三年前呢 我们已经有向市政府 以及我们的市长陈勤 希望说找一个更好的地方 能够把AC长能够牵走 能够赶快尽快地找到一个更好 更棒的一个腹地 让这边所有的公务人员这边的员工呢 能够找到一个更适当的地点 来办公 还有就是来制造这个AC的这种东西 回到了左营区的福山里 万里长带我们来到里内养工处的AC厂 看着正在洒水降温的动作 里长所担心的是AC厂目前的营运状况 以及飘散的气味对里民到底有没有危害 对此在里长的努力下 也判得了养工处给的回应 因为当初成立这个AC厂 是在县市合并之前 高雄市在于AC路面抢救维修 为了让它便利性修补坑洞 那因为这十几年来的都市发展的变迁 原本这里是高雄市市区的偏垂地带 那因为变迁之后 人口不断的外移增加进来 把走云区民族路这一段 也渐渐形成一个市中心 那后来又也因为县市合并了 这里也人口也一直聚集 那养工处在这一方面 也在积极选一些适当的地点 来做一些签场的评估 那毕竟因为签场的评估及经贿的动支 我们一定要循着议会的程序 法定的程序去走 那相信我们一定会加速我们的脚步 里长 但我们从AC厂经过了之后 现在又来到了龙总医院 不曉得是要跟我们介绍什么呢 这里是我们湖山里最大的一个公共设施 就是高雄龙民总医院 因为湖山里有这个高雄龙民总医院 在我们的里内 造就了我们这边死一住行的欢便 因为有很多建商在这十年内 就在我们高雄龙总医院旁边 构地盖了好几百栋的大楼 让我们湖山里能够在迅速的十年内 住进了很多外来的这些乡亲好朋友 成就我们成为了全国最大的一个里 谈到湖山里内最大的公共设施 里长万春贤笑着表示 就是龙民总医院 对于里内超过四万的人口 医院的设立与存在显得格外重要 相对的在外头等公车的长辈 如何休息就成了一项课题 七年前我刚当选里长的时候 因为经常骑着脚踏车 到里内出来做巡查一些服务 那看到我们现有的这个地方 当初是没有公车艇跟粮艇 但是早晚都有很多乡亲长辈 阿姨妈妈从外县市来这边就医就整 那因为看到他们站在这边 被这个风吹雨倒 而且又站着等公车 我看了心里很难过 于心不忍 因为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 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 所以我就自己花心 就花了十几万 制作了这一座的这个 不锈钢的这个公车的 粮艇跟椅子 让这些长辈在这边 等候公车的时候 能够坐着休息 那经过我自己 宣赠了这座粮艇跟粮椅之后 隔了三年之后 那我们的公车处 也看到说这边确实有需要 再增设一个这个后车艇 所以我也在跟他们拜托 也争取又坐了一座 这个小型的这个后车艇在这边 有了最大的医疗机构 那福山里面的活动场域呢 不能不先提到里内的活动中心 里头的空间宽敞 有卡拉OK机 复古的游戏机 还有标准的羽毛球打击场地 更重要的是 这里是里内办活动的好地方 拍摄当天刚好有真才活动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这里是我们福山里的 里活动中心 那除了白天呢 就是敏惠开放让我们的乡亲啊 来这边看报纸啊 打羽毛球啊 打桌球啊 那期的时间晚上 就一楼这边跟二楼 我们都让一些老师来这边教授 烹饪课 超花斑 瑜伽 韻律舞 肚皮舞 还有空手道 跆拳道 还有老师晚上在这边帮忙 教小孩子写书法围棋 所以我们很善用这个地方 也感激感谢呢 十几年前啊 这个我们的老市长啊 能够为我们福山里 新建了一个这么棒 这么新的一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 参观完里内的活动中心 我们来到一旁的药用植物公园 听说这座公园来头不小 从里头大量的太阳能板 就可以略知一二 这个药用植物公园是我们福山里 最大也是最漂亮的公园 那可能今天天气比较冷啊 要不然平常这个时候 就有很多叔叔伯伯 阿姨妈妈 爷爷奶奶 会带他们家里的小孙子小朋友 来这边运动啊 来这边享受很多的儿童设施 那这边也是全国第一座 由经济部能源局波金会 所制作的这个太阳能的这个公园 这边晚上所有的公园灯跟路灯 都是靠这一座太阳能啊 所吸收的这些太阳的这个热能啊 产电 然后晚上照亮的整个公园很漂亮 而且呢 他们所产生的电啊 还可以卖给台电来赚钱 哇原来这座药用植物园 不只可以借着太阳能板 自行吸收太阳能 转为电能 多余的电还可以卖给台电哦 里头的游戏设施 也是十分的齐全 因为你轻轻的一拉哦 地心你会把那个脊椎拉直啊 很棒啊 所以我就花心啊 做了一座这种不锈钢的这个当杠 在这边让乡亲使用 这已经是第二座了 前一座 我刚当选里长的时候 花心做的那座已经坏掉了 在半年前坏掉 所以我又花心又做了这座新的当杠 让乡亲可以运动 让他们可以把脊椎拉直 躺在这边啊 把那个脊椎可以拉直的 这个是我自己 我自己来做的 不知有小朋友喜爱的游戏设施 设备公园内的单杠可以拉直筋骨 轮胎也能帮助伸转 但浮越辽阔的左营区福山里 里内其实大大小小公园 有十几座 一开始并不是所有内部设施 都一应俱全 这时候就需要里长出面 帮忙争取 这边是我们福山里 十几座公园里面其中的一座 这边叫做文学公园 那这个敬老庭 过去呢 也原来有一个粮庭在这边 是养工处新建的 那因为三年前啊 做这个台风的时候就被吹坏了 那养工处一直没有这个 经费预算来做这个粮庭 那附近的很多里民乡亲啊 来跟我澄清说 他们白天也经常来这边运动 那想要坐下来休息一下 又怕这个大太阳啊 有些时候下雨的时候 又没有地方可以夺雨啊 那我就找了 私职会的六位会长 发挥爱心 我们共同圈了十二万 那新建了这座不锈钢的凉亭 做一个敬老亭 让这边的乡亲长辈 在太累的时候 能够坐下来休息一下 经过了一整天 里长带我们参访的行程 一早去了茂林国小 看见天真的原住民小朋友 开心的领取面包 植笛等等的物资 接着回到了 有四万人口以上的福山里 看见了里内最庞大的医疗体系 龙总医院 接着又到了 储存光电能量的药用植物园 特殊的储能板 让人大开眼界 除此之外 里内大大小小的公园 里头的公共设施 也都有里长努力的痕迹 相信各位观众朋友 对于左营区的福山里 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 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会喜欢 公立火力灾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